歌手把奈 因为原住民族土地议题 向蔡英文政府发声 从去年2月23号 在凯盗扎营表达诉求理念 已经超过400天 这次推出一批 《凯盗把奈流浪记》 记者会就顺势办在凯盗旁 她提到歌曲是在18岁时 从台东来台北 坐计程车时被敲转 写下的歌 现在歌曲重新编唱成摇滚板 再次阐述受骗的心情 从台北车站坐计程车 到西门町 然后计程车司机 给我收了400块 我觉得那时候很年轻 就想说怎么那么贵 可是又不敢问 然后那种感觉一直 那个很受伤的感觉 其实一直放在心里很久很久 那我20几岁的时候 大概25岁的时候 写了《流浪记》这个歌 我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 我会在凯盗用另外一个形式 再呈现它这样 发片记者回现场导演杨雅哲出席力庭站台 并送上锅子和大声工 希望拔奈继续为正义发声 看起来好像是个成年的老消化 或者是老故事这样 可是其实就等于是原住民的权益 一直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被漠视的 其实没有被说出来 就像那个权益就像被敲杀走的400块一样 所以希望你可以继续呼喊 凯盗把奈《流浪记》一批全程在凯盗录制 把奈以歌手身份用坚定温柔的歌声 唱出对台湾这片土地的关爱 院士新闻 台北市采访报道